我給我看 來 先分便當 快... 原地要在10點完成的餐點 已經延遲十幾分鐘了 趕緊分菜裝盒 詹姆士設計的餐點很豐富 照燒雞腿 菠菜豆腐 馬鈴薯燉牛肉 還有高麗菜蒸肉 每一樣都是依照老人家的口味 跟牙口設計的 他的任務非常成功 接下來該我上場囉 我還能夠準時 而且熱騰騰的將這些便當 送到老人家的手上嗎 現在快要來 這個好像太行 10點24 然後少一點點 9點10分開始做 我等於用一個鐘頭做出來 10點 OK 沒問題 超級任務完成 好的 剛剛那個自餐的任務 已經完成了 現在換我 我要負責送餐 很遠嗎 我們要去很遠的地方嗎 蠻遠的 所以現在就要去送餐了 要趕快去對不對 對 不然12點以前 還送不到就麻煩的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了 我要開車 你要開車另外一邊 對 春美阿姨 我跟你喔 好的 好 謝謝 好 先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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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想抓狗餐 因為我爸爸跟媽媽也都已經老邁了 我媽媽90歲了 我媽媽90歲了 所以我就看到這樣的老人 我媽媽能夠為他們 服務什麼 為他們 聽到春美阿姨她這樣說 覺得很感動 其實山上的美味之溝都很偉大 阿姨說送餐的任務 是每天都不能間斷的 就算刮風下雨 甚至是莫拉克颱風時 橋斷掉了 他們也是要坐著流龍去送餐 因為只要想到 在山上那些需要被關懷 跟照顧的老人們 少了她手上這顆便當 可能就會挨餓受動 她就是有股使命感 藥邦就像自己父母一樣的老人家送餐 而且她說 當她將便當送到老人家手上時 得到一句溫暖的謝謝 就是最大的滿足 白白 送這個菜給你 我們今天有請那個廚師煮菜 很好吃今天的菜 看 我們有用那個Futna 煮飯 你喜歡吃吼 喜歡吼 而且其他的 都有雞肉 還有牛肉跟豬肉 你都會比較好咬 好 謝謝你 白衣 你現在已經幾歲了 剛好八十歲了 八十歲了 身體現在好嗎 有好多了 好多了 好 我們拿進去裡面好了 拿到裡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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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衣 要乖乖吃飯喔 關懷之工的工作很重要 像是一定要親自將便當送到老人手上 還有要確認他們的居駕安全 要與他們聊聊天 關懷生活起居等 其實這就像是在對待自己的親人一樣 簡單的一句問候 身體還好嗎 有乖乖吃飯嗎 天氣變化大 要注意保暖喔 這些關心都是發自內心的 一句真誠的問候 就能讓別人得到溫暖 自己也能得到心靈上的滿足 這樣的好事 沒有理由不做吧 阿雷 阿雷 我是雷雅 今天剛才一來送餐給你 很香喔 最近好嗎 還好 吃藥了嗎 有 有運動嗎 有 我覺得在部落裡面就是很好的 就是大家鄰居都會互相照顧 然後你都不用擔心說 沒有人會來陪你什麼的這樣子 等一下喔 那個要再多送三個 因為有一些老人家 今天沒有辦法過來 喔 所以要多送三個 好喔 所以現在要再回去 OK OK 那再去送 我們現在就要趕快回去 因為怕 11點40 OK 好 高雷雅的送餐任務出了狀況 因為早上下過大雨 有些老人家 無法趕到教會餐在老人食堂 必須再多送三個便當 所以他們現在正趕回教會中 其實 這是廚魚小組 故意設計的橋段 因為此次的送餐對象中 有一位老人家 就是高雷雅住在三美的姑姑 廚魚小組沒讓高雷雅知道 她即將送餐的對象 正是她的親姑姑 先走喔 已經化妝美麗了 神秘的送餐對象 居然是跟我很親密的她 老瞻的愛心料理 有請部落長者來同享 邊吃邊玩邊玩邊吃 快跟我們一起送飯到阿里山吧